那個這個臉先遮住 雖然2020總統大選剛過 現在討論2024候選人看似太早 不過政團上早有許多神秘的傳聞 本週名嘴449上街訪問 究竟民眾對於2024總統大選候選人有什麼看法呢 絕對是柯文哲啊 因為我覺得柯文哲才真的有在做事啊 但是我覺得像老一輩的 像我媽他們就非常支持郭台銘 他們一直說今年為什麼郭台銘沒有出來 真的是世界無望了 其實我覺得很有可能會柯文哲對上郭台銘 柯文哲和郭台銘 他們就純純運動啊 他們是會一起是個天台 他們是各的 我覺得會一起 柯文哲 韓國瑜 就會可以從柯文哲的政績讓就是 就是民眾供他出來 柯文哲跟郭台銘吧 之前已經有在透露做他可能 有預告說他想要台北市長 當晚之後可能就是要再往下一步了 對 他們是不是會一起的 我覺得會分開 會分開 鄭文哲跟侯友一PK 所以為什麼會是鄭文哲跟侯友一PK 就是他們的魅力吧 就是做事給人民的肯定的感覺 信任度 柯文哲沒有以面向學來看 他的氣色太難看了 柯文哲跟愛心得 因為柯文哲他不是原本就準備要出來學後 下面那些人感覺都不太可能 哈哈 我覺得鄭文哲吧 這個郭文哲吧 最好不要 我覺得賴清哲和郭台銘吧 我覺得郭台銘他還是有一定那個粉絲基礎 賴清哲我覺得他跟蔡英文搭在一起 是想讓那個民進黨先團結在一起 然後我覺得2024的話他可能會自己就是分掉那樣出來 那個這個臉先遮住看到他不太舒服 2024喔柯文哲吧 郭台銘吧 對柯文哲 郭台銘 對啊 我覺得他們說一時後怎麼會分開 嗯 我覺得這兩個可能一起 嗯? 吧 好吧 你一起我分開 對上我覺得侯友儀很有可能 侯友儀應該是肯定的 侯友儀要是肯定的 侯友儀啊 侯友儀啊 還用問嗎 為什麼啊 為什麼啊 老豬就是沒存在感啊 就麻鷹九 2.0不是叫假的啊 他一個2.0然後一個連2.0都看到你很煩啊 那你問賴慶德 賴慶德吧 賺慶德吧 賺慶德其實我到現在他是誰 我都不知道他是誰 我家民進黨的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誰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怎麼可以這樣 應該是柯文哲或郭台銘吧 郭台銘會不會一起 我覺得一起的機率大概第50% 原本以為他們會一起出來選 但因為這次沒有 感覺柯文哲跟他在觀望 看得比較有利一點 但是你覺得藍衣會不會太有利嗎 侯友儀吧 如果照現在這個狀況看的話 如果講話一定是鄭文燦現在的聲勢最好 可是感覺他不會出來選 應該是柯文哲喔 感覺他比較有在做事 柯文哲吧 就是覺得他台北市幹得還不錯 還行 最後繼續吧 鄭文燦啦 他做得蠻好的啊 我記得沒有什麼不好的方便 柯文哲 就是他當選台北市長之後做的 那些其實大家都有目共睹 應該是除了韓國 其他可能會稍微考慮一下 鄭文燦嘛 因為我覺得他在桃園市的那個 市政還不錯 我可能比較偏向侯友儀 我認為國民黨跟民進黨 都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他算是在兩個黨裡面 一個比較算清流的人 猴友儀或是鄭文燦都OK 就是他們兩個比較有能力的感覺 愛心得吧 我是絕對不會支持國民黨 民眾黨我也不太支持 柯文哲應該台北應該他會是漂浪 蠻多人 不一定 怎麼會不一定 不要答案 為什麼 很多人都說他是叉燒包啊 他炒包啊 也是這麼多人支持他 他不是啊 他做得不錯啊 在文餐做得不錯啊 是啊 對啊 嗯 蠻行得吧 因為覺得民進黨就是 富足全吧 我幫你支持蠻行得吧 因為我比較好 我是 希望老科出來 對啦 對 因為其實台北市場 我一直選過文字 可是如果說自己總統 學不去的文化 我就會不像平凡情緒 反正你不要出來就好 對 其他我不在乎 你不要出來就好 郭台銘 就是感覺 他其實我覺得他這次網路行銷啊 什麼年輕人這塊做得很好 不是藍的 然後也不是綠 是自己出來的 對啊 所以他這次沒有自己 就是再出來選 身邊年輕朋友 大家蠻傷心的 四年的時間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 四年後是誰跟誰的爭霸戰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